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你衝我說這個單元 那上一次我們跟網友徵集的五部影片 然後呢 大家的回饋都非常的好 那這個單元的主要目的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借由看看別人的衝組 然後呢 學長也會給一些提示 然後去想一想說 中間是不是有可以對照的 當然衝法有白白種 學長也不會告訴說 100% 什麼是一定是對的 什麼是一定是錯的 但是反正教學相長 對不對 如果你看了覺得有意思去實驗一下 覺得 欸 真的耶 好像你風味變好喝了 那你就賺到了 本來每一個人的衝法呢 都有一些自己的 呃 衝組邏輯 我們不用過分的去 呃 一定要接受什麼 但是呢 我們可以用比較開闊心 去瞭解一下說 欸 各種手法之間有什麼樣的可能性喔 OK 好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今天有四部影片要來跟大家做分享 第一部呢 是一個台師大地科系的一個朋友 的一個影片 好 我們直接來看吧 OK 好 然後它使用的是四六衝法 然後它的主要問題是覺得說 呃 有點苦澀味 問我是不是萃取太久的問題喔 好 我們可以先看到 第一段 它給50cc的水 然後這一段呢 其實基本上呢 我覺得看起來蠻正常的 雖然感覺起來好像它悶蒸的時候呢 有一點點氣泡 但是因為四六衝法比較不強調悶蒸 所以呢 有點氣泡其實在這個衝法來說 也沒有很不好 但是可以考慮一下 可能是那個 有氣泡的地方是 它的給水比較不均勻 所以可以考慮這部分給多一點點的水 但是其實對這個沖法來說 可能影響不會非常的大 但是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然後後面呢 會有兩次 後面會有四次 這一段呢 是給70cc的水 那一般來說 四六衝法的觀念上面 告訴我們說 前面120cc 然後分兩段 這兩段是控制酸甜感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它第二段用70cc的水 那整體的甜度會比較高 因為它第一段的 第一段水50 第二段70 其實這代表說 70cc的水會讓甜度的萃取 有狀況比較多 所以這個設計本身我覺得蠻好的 如果是我的話 這樣衝 我也覺得 這杯咖啡的起始應該是蠻好喝的 但是可以看一下 一樣 沖煮的過程之中會有大泡泡的冒出 通常代表說 那個部分的布水 吃水的狀況呢 比較不均勻 這也是小地方需要注意一下 然後後面三段 60 60 60 分三段 ok 然後呢 這一段 我們學長其實看起來也覺得 沒有太大問題 其實蠻符合四六沖法的狀態 但是中間我要請大家注意一個地方 就是它每一段都是間隔45秒 才會給下一段 也就是說不管 我的水是不是已經流乾了 只要沒有到45秒 我就是不給水了 ok 所以可以看到第三次開始呢 事實上粉塵已經蠻乾的 已經幾乎流到乾乾的時候呢 才給下一段的水 這件事情本身呢 有可能會是 這個同學他 有苦澀味的一個主要原因 是因為事實上來說 我們應該盡量控制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控水呢 盡量控制到說 這個45秒 剛剛好是給完水加流完水 剛好等於45秒 為什麼呢 因為 如果你給完水中間 斷水的時間很長 或是過分長 就是如果斷水中間 流乾了只剩三到五秒 就給下一段 那又還好 但如果中間停留的時間太長了 就是像第四次可以看得出來 它停留的時間就很長 現在已經流完了 但是呢 流完到下一次的秒數呢 可能多達10秒到15秒的時候 我的粉塵就會完全 它現堆疊 導致於你下一次的給水呢 它很容易淹水加苦澀 可以看到這一段 這一段請大家特別注意看 到第五段的時候 我們可以發現明顯的 水跟粉塵已經分離了 可以看到 水是透明透明的 並沒有吃到粉塵裡面 然後這個時候呢 粉塵紮得很紮實的時候 水只能慢慢的滲進你的 咖啡粉塵裡面 導致於這一段的萃取狀況呢 會很超過 那這就是苦味的主要來源 所以呢 需要可以建議說 事實上啦 四六重法 我們還是可以有點彈性 後面譬如說 後面三次六十CC 你其實可以 等它流完 等個三秒 五秒 不要等太長 你就可以進行下水充足了 你就可以把這位同學說 尾巴有點苦澀味的問題 能夠徹底解決了 OK 但是這位同學我還覺得 做得不錯的 好 那我們來看第二個 第二個朋友是一個香港朋友 香港朋友 他的問題是 用訂了藍珊 琥珀山莊 然後養鬥兩個星期 發覺悶蒸的時候 膨脹的狀況不顯著 我們可以看到 給水狀況 粉塵相當的不吃水 代表說 其實你的研磨度一定是過細的 可以看到我的粉呢 基本上上面有一層水 浮在粉的上面 而且呢 他的給水狀況 雖然他有很小很小的水 但是粉塵吃水的狀況很不好 OK齁 所以呢 第一個判斷就是 基本上淹膜度已經太細了 這樣子沖起來呢 你的給水壓力又很大 必須要很小的水 不然的話呢 你的水就會 一下就淹水了 然後可以看到粉塵 中間有非常多的泡泡產生 這就是也是因為粉太細了 然後可以看到第二段給水的時候 我的水還是穿不過粉 一給水下去呢 我的水就整個淹起來 那我們看這位朋友 他的給水 其實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小 我用三個非常齁 就是學長平常 是不會用這麼小的水啦 用這種小的水 我會覺得很累 但是呢 事實上 他的粉的表層還是 很多水 是滲不下去的 那這個狀況呢 其實相對來說 很容易做出 苦澀味比較重的咖啡 然後可以看到 最後甚至小到 有點斷水了 其實這種給水方式呢 都有點太超過了 我建議大家 正常的給水方式 就是要 不太會斷水 你可以小沒關係 你可以略小 但是也不要過分小 然後呢 你給到小的情況之下 你的粉塵要正常吃水 所以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給你 你覺得 你喜歡這個水柱 但是你的粉塵 一直在淹水狀況的時候 你就要適度的把粉塵 把研磨度調到比較粗一點點 不然的話呢 就會像這個狀況 事實上來說 他是一直不斷的在 水不斷的想要 滲進咖啡粉的間隙之間 但是滲的狀況一直不好 ok齁 所以呢 他就會一直 像這樣 持續在淹水狀況裡面 這個其實喝起來呢 很容易 不好喝的原因會非常多 譬如說 如果你整個粉塵 某一段 某一塊呢 它 比較鬆 那你的水其實會從那個 鬆的地方一直往下滲 那導致於說 鬆的地方呢 你萃取過度 不鬆緊的地方呢 你萃取不足 那反正這種狀況的話 就會同時有 又清淡又苦澀的狀況發生 所以這個不光只是 悶蒸狀況出問題了 建議 從兩個部分下水 第一個部分 粉塵一定要磨出 第二個部分 其實整體來說 水真的有一點太小了 新鮮度我是覺得看不出來有太多問題 因為 首先 研磨度就出問題了 那接下來我們講第三個 是一個 鄭同學 鄭同學 這個同學我認識 我們來看一下 他是用Menos磨豆機 然後他使用的是 一右八分之七圈 OK 好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呃 粉塵我覺得看起來實在是有點太粗了 然後使用的是赫嘴 好 悶蒸 可以看到中間給水的情況之下 中間竟然沒有膨脹 代表說什麼 中間的整體的粉都太 太粗了 然後呢幾乎只要給完水以後 我的 咖啡粉上的表層上水就流到 流光光 顯得表層乾乾的 而且同時沒有膨脹 就代表說 我的粉粗到 我沒有辦法承受 這個壺的水量 好 所以如果你要用這麼粗的粉的話 給水一定要很柔軟 或者是很小 不然的話呢 你的水就會 因為水有水壓力嘛 就會 穿過比較粗的粉塵 然後整個流到底層 導致你的悶蒸狀況不正常 所以這個很明顯就是粉塵實在太粗了 如果要用這把糊 粉要調細 或者是你要換細口糊 或者是 要練給水柔軟度 但是我建議直接調研磨度是最快的 調細一點點 然後看第二段 中間疊得下去一樣 水下去呢 就從中間穿過去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就會判斷 事實上來說 它已經穿粉了 就是你中間的粉塵沒有足夠的支撐力 你的水餃給下去 就會從中間瘋狂的往下流 這樣子的狀況呢 會讓你的整體喝起來偏酸 甜度會不足 可以看 其實繞圈圈的情況之下 你看粉塵也不太會 不太會正常的 鹽水 或是它不會呈現出一個飽滿狀況 就是乾乾的 然後後面兩次它又給比較繞圈圈的方式 然後你看 外圈的部分 一給水 它就會冒出很多的大 泡泡的空氣 就代表說在悶蒸的情況之下 其實並沒有真真真真的把這些空氣排出來 為什麼 因為當你的粉塵太粗的時候呢 你在悶蒸的情況之下這些空氣會擠不出來 它會卡在兩個粗粉中間 會導致你到了很後面 你在往外繞的時候才把這些空氣排出來 其實這個我覺得不是太正常 這樣會讓你整體喝起來 因為空氣穿出來 代表說你粉跟粉之間的間隙是比較寬的 間隙這麼寬的情況之下 你就很容易萃取出來的東西很吸飽很淡 所以我猜測這一杯咖啡應該是偏淡而且偏酸的 OK 好 那 這個 鄭同學的我們也講完了 OK 那我們來看最後一個大陸朋友 然後他使用的是日曬爺家 大概是一個月的烘焙日期 OK 其實他本身好像沒有太 他覺得有什麼不好 然後 他是比較特殊的是從外側往中心給水的一種方式 悶蒸的膨脹狀況看起來還是不錯 但是我個人會建議說 正中間可以再多給個50cc左右的水 他的那個空氣的排出會更漂亮 你可以看到我們剛剛悶蒸的狀況的情況之下 中間冒了一些泡泡 這個其實就代表說 中間有些粉塵還沒有完全吃到水 所以如果你再給多一點點水的話會更好 可以看到 第二段給水一出來的時候 中間冒了很多大泡泡 這也代表說 剛剛我學長剛剛說的悶蒸的時候 中間給的水不夠多 導致於中間的泡泡 會一直出現很多大泡泡 所以其實比較簡單的方法就是 剛開始的時候就 正中間再給多個5cc左右的水 把空氣再擠乾淨一點的話就會更好 但看到這些朋友他其實給水的狀況是蠻好的 穩定度不錯 然後排空氣的技巧也不錯 但是還是可以看到 整個粉塵的空氣還是略多了 很多粗泡泡 如果剛開始悶蒸的時候 把這些粗泡泡都排得更乾淨的話 整體的風味喝起來的酸質會更清亮 所以他有說他覺得巴黎勢中甜感突出 因為這也是好事啊 但是也是壞事 因為你的空氣排出呢 如果可以再更順暢一點的話呢 你的酸跟甜的平衡感會 我覺得會更好一點 那這樣子的做法上面呢 因為空氣排出順暢度沒那麼多的情況之下 甜度還是不錯的 甜度應該會提升 因為流速整體會變滿 然後另外一部分呢 是240cc拿起來 他應該要整體要衝到280左右 1-14還可以 我覺得整體還算是不錯的 然後這個網友的功力還算不錯 那就唯一可以值得 需要討論一下的部分就是悶蒸 建議正中間的水再多一點點 他可能後半段的酸質會更清亮 OK 好 那我們今天的四篇 你衝我說呢 我們都講解完了齁 那其中有一些非常棒的一些狀況齁 包括悶蒸 包括研磨度 有兩個研磨度 然後大家有兩個網友的做得非常的好 那只有一些小技巧的部分呢 可以再 如果願意嘗試一下 說不定會更好喝齁 我覺得其實 今天整體看起來呢 大家都還算是有備而來 我覺得蠻開心的齁 那如果各位呢 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你歡迎在底下留言 學長 如果能夠理解你的問題的話 就會回答 那如果我們下一輪 還要繼續增集影片 所以如果你覺得很有興趣的話 你也想要讓學長來 陪你練練功 我們一起討論一下 怎麼樣更好的話 你也可以 再來繼續繼續影片 學長呢 就會挑選出比較有趣的影片 來為大家回答囉 OK 那我們今天你衝我說的節目 就到這邊為止了齁 那希望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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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囉